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ance留学和移民频道 刚才的视频里面我们讲了讲移民之后孩子选择学校 我是非常建议这种在旅游区的比较富裕区的这种学校 接下来这个视频呢 我再聊一聊今年投资移民的新动向 简单的说就是今年的这个投资移民这个政策是比较放宽的 对我们中国人有利 就是我们华人呢 也是有机会能够获得80万起价 没有排没有那种长排期的这种移民的名额 之前的几年呢 我没有重点的推荐过这种投资移民啊 就这个EB-5的投资移民 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投资移民呢 它的排期太长了 都要长达七八年 十来年的时间 而且呢 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有限制性的 所以说我们华人这个中国人这个护照是最不值钱的了 除了中国人之外 其他国家呢 参加这个投资移民呢 都不用排期 只有我们中国人要排期 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挺悲惨的啊 当一个中国人挺无奈的 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个可笑啊 很多愤青 愤红还在那儿说这个什么什么 昨天我还碰到一个原来的朋友啊 就是在中国时候的朋友 还在那儿 就是说了一个问题 说的挺不愉快的 他还说我 你就不配做伟大的中国人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伟大可能是自己自我意识的比较伟大吧 你作为一个国家 你在全世界人民心中 你是一个什么地位 如果是伟大的 那你才算伟大 就从这个护照来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啊 谈不上伟大 要伟大的话 人家其他国家为什么 都让你办签证啊 你谢谢这个 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都是170个国家免签的 可是你中国大陆的护照 你有几个免签的 尤其是欧美这些发达国家 基本上你没有免签的 就像你半个移民吧 这个也是要排期那么长时间 人这个什么 这个新加坡呀 包括泰国呀 这个台湾呢 都不需要排期 所以说我不知道 自我感觉伟大吧 但是呢 今年呢 这个移民呢 这个就是宽松了嘛 所以跟我的朋友们 网友们说一下 有有想 真正想做这种投资移民的呢 现在还是有个不错的机会啊 嗯 最好是这个不错的机会呢 也是靠你要自己去努力的去掌握的 如果只是 我发现有的朋友他说要移民移民 但说了好几年了 他连美国来都没有来过 也没有办过护照 也没有申请过签证 那你就 你就这个离移民还是非常遥远的 你必须要首先你先跨出第一步 你先要到美国来 无论你是什么理由来啊 你不一定是移民的理由来 你可以是观光旅游啊 是吧 你可以探亲啊 甚至你可以是留学啊 或者是你短期的游学啊 是吧 给孩子参加个夏令营啊 你如果真正想移民的话 你必须要先走出这一步来 呃 这个呢 移民呢 是强者的游戏啊 是有 要是 是给那些有 有意志 呃 这个 有这个勇敢的人设计的 这么一种生活的转变 对于弱者来说 只是这个这个口头上说说人来说 我后来我就这种朋友 你也就不用再给我说了 我也不会再 再再总是给你来做辅导 呃 当然对于人家有钱的人 或者是一些杰出人才的话 那随时非常简单的移民 大不了就是 呃 花钱啊 呃 大不了就是尤其是有贡献的人 但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 经济条件很一般的人来说 你是要付出一些努力的 呃 这种起价八十万 然后说呃 可以没有排期的移民呢 最好是你要先到美国来 记住啊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最好要先到美国来 呃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 有一些项目呢 他可能 比如说这个项目有八十个名额 他只卖出去了75个名额 那么剩下的这五个名额呢 虽然你是中国人 你也可以减漏吧 这就是啊 减到这种不用移民 不用排期的这个移民的名额 那么你也是交八十万啊 可以比如说跟台湾人呢 或者是跟这个新加坡人呢 享受同等的这个等待周期 呃 所谓这种就是 这些这些个项目呢 现在还都真的是都有余额的 因为可能是这个投资移民 大家都是想象中的时间太长 大家冷落他了 那么他就冷落他了之后 他他自然就有空余的一些名额了啊 为什么说你你这个要先过来呢 因为就算是没有排期的移民 他也是要等待这么三四年的 就是办理的过程啊 也是三四年的 但是比原来那个等七八年呢 十来年的那种呢 还是要快速多了啊 你来这儿呢 就是等待的这个周期吧 你来这儿呢 你是两个月之内 你两个月左右啊 你就可以拿到工卡的 你可以先工作 呃 就在这儿等于是合法 合法的在这儿留居了 愿意工作你就工作 不愿意工作呢 你反正就是呃 等于是有一个合法的 离时身份先在这儿 不是那种非法身份了 所以说呃 你在这儿等待这么三四年呢 也不影响你的收入啊 也不影响你的生活 呃 这个挺好的 但如果说你不来这儿的话呢 你在中国的话 等个三四年 可能你会觉得挺漫长 呃 到这儿来之后 无非这个 就是你这个绿卡拿到的时间 就是早一年 晚一年的话 都没有 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呃 现在就是今年呢 呃 这个情况呢 我们已经 我们的律师已经办过几个了 所以说对于那些想办这个投资移民 又怕等待周期比较长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就是找机会 你就先过来 过来之后 在这儿来这个申请 来减这个漏啊 现在就有这个漏可减 就是这种剩余的名额 呃 项目呢 就是刚才说了 它的投资标的就是八十万 呃 然后呢 再加上就是给你办的这个律师申请费啊 呃 再加上还有一个管理费用 呃 还有就是美国政府这边要收的你一些手续费 这些呢 你全加起来吧 大概你要准备九十万 九十万左右 这个资金占用的时间呢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资金占用的时间的话 呃 要三到五年左右 就是你的资金要让人家无偿的使用三到五年 呃 原则上是无偿使用啊 但有的项目它会给你一点利息 利息也是非常少 比如说百分之零点五啊 啊 百分之一啊 左右的这个利息 这个项目呢 比较多的这种项目呢 是大型的那种地产开发项目啊 呃 美国这个地产开发项目呢 它不像中国 中国现在很多地产公司都爆雷了啊 包括恒大 是吧 这种大型的房地产公司都呃 爆雷了 但是美国现在这个房地产倒是没有什么 没有听说过什么爆雷的情况 至少我们团队的这个律师 我们推荐的这些项目呢 他还没有没有发现这个 就是什么欠款给不了你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 选择有信誉的大的公司 选择这个好的项目啊 就是它的未来的销售 呃 回踪资金吧 就比较有保证的这么一些项目 是有筛选性的 但是 呃 不是像你们想象的有的那种什么 呃 就是政府的项目啊 目前你是很难找到这种没有排期的名额的 呃 总的原则呢 还是说这个投资移民呢 是你要交给这么一个项目去管理 这个资金不在你的手里来掌控 呃 盈亏自负吧 就说如果一旦他经营 出现问题的话 那你是面临着亏损 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 这也是投资移民 我之前一直没有重点推荐的一个原因 呃 我还是重点比较推荐这个 益兔 还有跨公司高管移民 因为呃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呢 我的客户大部分还是中产阶级居多啊 你这个资金的安全性是第一倍的啊 你一辈子可能你就攒了这一百万美金 那么你自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是最安全的 呃 你要去就是经营嘛 是吧 益兔和跨公司高管移民都是自己去经营这么一个企业嘛 是吧 经营小的你就办益兔 益兔经营比较大的那种 雇佣十来个人的那种呢 你就申请那个跨公司高管移民 这个就是资金的安全性来说 要比这个投资移民 bb-5的这个投资移民呢 我认为还是安全的啊 更安全一些 嗯 当然了 你这个投资移民他 他这个资金呢 都是交给一个大的可靠的啊 信誉度好的企业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就是怕特殊情况 还有的朋友呢 在这个 因为最近吧 问我移民的客户比较多一些 呃 这个移民呢 很多人的最终目标还都是拿到这个绿卡 意图呢 他毕竟只是一个签证啊 一个长期的商业签证 呃 不算是移民成功了 但是意图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意图 它是可以逐渐转化成这个跨国公司高管移民的 无非就是小企业嘛 你这个小企业 你经营他 经营他 或者扩展 慢慢扩展大了 之后 你的雇佣人数能够达到十来个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申请去 转这个 去转这个跨公司高管移民了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不大 不断的扩展这个分店呢 呃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开了一个 我们就说最简单的这种 这个 呃 快餐厅吧 你开了一个快餐厅 你可能雇佣了 这么三四个人 或者四五 一般一个餐厅 起码 我看四五个人吧 四五个人 那么你再开第二家餐厅 是吧 你再雇佣个四五个人 这样你的达到这个雇佣人数十来个人的话 那你也就可以转成这个跨公司高管移民了 包括一些我推荐的房车营地 高尔夫球场其实也是的 你无非就是一个啊 一个你雇佣个人数少 你开 你开两个 开三个呀 那房车营地的那种连锁营店 人家都是全世界啊 全世界哪哪都有的 开的大了 你起码开它个两三个的话 你就 达到这个雇佣人数的话 你就可以再转成跨公司高管移民了 所以说E2 呃 它是有发展前景的 如果想快速的登陆美国的话呢 这个 E2 呃 是非常快的啊 它毕竟现在也不需要排期 呃 你可以就先过来 总之就是像视频开头我说的那种 你要先迈出第一步 你要先过来 过来之后呢 你下一步 这个拿到绿才有可能拿到绿卡呢 天天坐在中国那儿 等待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啊 再快速一点呢 就是昨天我跟我一个会员在那探讨呢 他觉得E2也比较慢啊 E2 中国人你毕竟还是要去 比如说先买什么格里纳达土耳其的房子 你要先拥有条约国的护照 然后你再申请 再买美国的商业地产 然后你再申请美国的E2 这个过程中呢 你同时进行的话 呃 你的资金额呢 需要至少要50万美金啊 因为两边的房产你都要买 是吧 周期呢 大概是半年左右 六个月 最快要六个月 呃 稍微有点问题 有点事情一耽搁的话 可能就要七八个月 甚至一年了 嗯 嗯 嗯 这个他觉得也非常慢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考虑你这个 这个 你可以先申请有孩子的啊 有孩子的 可以申请孩子的留学 因为留学就非常快了啊 尤其是这个 呃 中学生或者小学生的留学 那就非常快 嗯 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帮你拿到录取通知书 那么你作为家长来说呢 就以陪读的这个理由来申请美国签证 而国内现在不是对这个护照 对护照还有一些限制啊 很多人不给你发护照 但是留学的护照它现在还是不限制的 留学的探亲的啊 工作的这些都不限制的 你就走这个留学 未成年子女总是需要父母的陪读嘛 是吧 这个名义你可以快速的来到美国 来了之后呢 你或者我说的那种 你或者是你要申请投资移民的话 你有八十万 包括费各种费用九十万美金的话 你来了之后申请这个投资移民 两个月你就能拿到公卡 你就在这儿先工作着 就慢慢等啊 是吧 那个只要你工作合法身份 等多长时间 我觉得时间长点也无所谓的 总比你在中国那儿干等要强啊 或者是说你到这儿来之后 你再申请这个E2 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这个对于这个哪方面比较 你是想自己来经营啊 其实这区别 无非就是E2 这个跨公司高管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这个区别呢 无非就是说 一个是金额的大小的问题 雇佣人数的多少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资金谁来掌握 你要非要自己掌握资金 那你就考虑E2 或者是跨公司高管移民 是吧 你要是不在乎就是别人掌控资金 你也可以接受想省心 那你就搞这个投资移民 E2呢 反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你购买商业地产方面 它没有金额的限制啊 你花十几万买一个餐厅啊 什么咖啡厅啊 也是可以的 你花三五十万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投资移民呢 人家是有最低限制的 就是这个八十万啊 呃 跨公司呢 它 那也没有这个金额的限制 但是它有一个雇佣人数的要求 这个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了 总之呢 这个移民吧 就是你要有决心 你要敢于行动起来 这个 然后再有一些资金基础的话 你都可以完成的 没有那么难 呃 或者你要E2的话呢 格林纳达那边是可以三代同行的哈 你可以邀请你未婚的兄弟姐妹 还有你的父母一块来参与 那么你的 就是你们三方一起来集资吧哈 这样的话你的资金压力就非常小了 嗯 这也是一种渠道 嗯 所以呢 这个视频里呢 我就 其实主要还是说 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 投资移民的新动向啊 现在政策放宽了 想来寻找这种 不用排期的这个移民名额的 你要尽快过来 这个移民这个情况也是随时在变化的 因为这几年也是疫情的原因 中国人过来的比较少了 这个 现在呢 这个名额才比较多一些 你要前几年那时候 来来往往非常频繁的话 也未必有这种剩下的名额 所以有时候移民也要看机遇的啊 你要抓住这个机遇 想移民的可以尽快的跟我联系 我们团队的这个移民律师呢 他分的比较细的啊 你喜欢走哪一种移民的这个道路呢 我就可以给你们 我这就是一个这个前台啊 其实前台来接待的 我们这个团队呢 我组的这个团队 他每个律师啊 或者是每个老师啊 教授啊 都是有分工的啊 你想留学 我就给你介绍这个老师来办 呃 你要大学的留学呢 我会给你介绍教授来帮你申请 呃 搞移民呢 或者意图呢 都有专业的律师 这个 根据不同的情况吧 我们分工是比较细的 我这儿 呃 就是一个前期的这种咨询和推荐啊 还有经纪人 你买商业地产的呢 是有专业的经纪人 和专业的这种 地产律师来为你服务的 呃 所以欢迎有这个意向的朋友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工作微信 但是呢 前提是一个你必须要是会员 这个 无论是移民还是留学吧 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他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够讲清楚的 有的你是要需要了解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的 所以前期呢 你要首先交一个会员费 至少是一个普通会员费 888人民币 或者138美金啊 呃 这个 我们这边才开始为你服务 高级会员呢 如果你买商业地产啊 一兔什么的 你最好要申请这个高级会员 因为高级会员 给你详细的调取这个 商业地产的一些财务报告 那个非常费时间 普通的会员是没有这项服务的 而且高级会员可以自己单独的参观呀 单独的方案呢 有很多这个 呃 独享的东西吧 呃 高级会员费呢 在你成交之后是可以 满30万 购买这个商业地产金额的 是可以退回的啊 包括你要是申请达到一定金额的话 都可以给你 退回这个高级会员费 呃 这个呢 详细呢 你在我那个推广这个 商业地产的那个片尾去看啊 片尾有我的那个微信号 英山谈的全拼2008 啊 但是不想付费的朋友 就请不要加这个微信 因为这个微信全部都是 愿意付费的会员 我们也没有时间为 非会员提供服务 如果您不想付费的会员呢 你就可以看我的这些视频呢 我三个频道的视频 有低价的商业地产 在我儿子那个频道 有这个精品呢 100万以上的 在我先生那个频道 这我这个频道呢 推荐的项目呢 一般是50万到100万的这个商业地产 你不想付费就可以免 这些视频全部都是免费的啊 你可以先看一看我们的项目 了解了解 对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你再决定加入不加入会员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拜拜